水流湍急宛如滑水道 校門口前一名女學生 前腳才剛踏出第一步 下一秒慘遭洪水沖走 那個水人走過來 連機車都被上面沖下來 沒想到有上學要入合的一些 因為瞬間的那個暴雨太大了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排水系統 沒辦法消化 另一頭磅沃大雨陣陣強風 中原大學學生走在校園內 露宿就在眼前突然倒塌 所幸無人緣受傷 不過這名老爺爺可就沒這麼幸運 最強春雨報到 桃園平鎮區這名92歲的連爺爺 家園慘遭大樹壓垮 沒有什麼想到 但是我醜不來 過在這邊了 另外苗栗縣南莊鄉東河村 因為好雨造成苗21縣道路摊坊 20日一早緊急宣布全村停班課一天 這一波封面走的慢雨又嚇得大 各地災情頻傳 氣象局預估20日好雨會擴大到全台灣都有雨 其實這一波封面所造成最明顯的雨勢呢 大致上會落在今天的白天 而到了今天晚間之後呢 會有逐漸趨緩的趨勢 那晚間以後呢 整體的降雨會逐漸的減緩 但還是要稍微留意一些不確定性 大量土石攤坊折迫大雷雨來勢洶洶 苗栗城首當其衝地區 不僅高鐵受影響延誤五分鐘 根據氣象局資料顯示 截至上午7點3億箱已灌入206毫米的驚人雨量 就連地下道也因為積水水位上升暫時封閉 其實到了下週二又有另一波封面報導 因封面北部及東半部地區有直步短暫雨 提醒民眾務必多加留意 華人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華語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直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